他孤傲 但是他天生帅气 他坚强 这怎么说呀该 他变不下去了 万众期待的这一期 吉普家族的大哥 吉普木马人的介绍 终于如期而至 最近郁闷死了 温哥华天气一塌糊涂 上一次在介绍小兄弟的时候 本来当天想介绍一下木马人的 结果那天下午开始到 今天为止大概三四天 全都天气不好 今天终于天气下午的时候雨停了 然后终于可以做这个介绍 想了半天想弄个酷点开往 开场白 想了半天想讲一个酷点的开场白 结果脑袋跟浆糊一样 那就不那么多废话了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二零一六 木马人 Rubicon Let's go 木马人里的Rubicon Rubicon的这个名字来自 我忘了是二战还是一战时期 当时美国有一条小道 这条道呢 非常的崎岖不平 结果所有的车都过不去 只有一台车 当然不用猜大家也知道 是吉普最后过去了 所以吉普系列里面 或者说吉普的成名之作 就是因为吉普当时开过去了 美国的这条Rubicon小道 所以吉普之中越野能力最强 最最出名的 当然就是吉普的Rubicon 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当然就是吉普Rubicon 虽然我每次都要讲这个 但是还是再重新 都是忍不住要讲这个地方 吉普这个最标志性的源头灯 还有前面前板的七块 这个间隔 代表吉普所服务过的七大洲 还有被喜爱 被人们喜爱的吧 就是每个地方 或者说全世界任何角落 都有喜欢吉普的人 当然我故意停在这个角度 大家就会发现 这一个其实就是吉普的非文字的标志 在很多彩蛋里面 例如这里 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 就会看到这个 像前脸一样的这个 非文字的吉普的标志 所以从外观上 大家会发现 吉普这个源头灯 是台的一大特色 现在很多的车都喜欢用方的灯 甚至切诺基上面 都会用这种方的灯 但是吉普一贯的用圆灯 而且旁边呢 这个小黄灯 也是一直保留下来 跟其他的吉普 就是之前我讲过 在其他几代 很多很多代的 75年过来的吉普 都是有小黄灯 还有圆头灯这个标志 还有七个前板 那如皮港当然 它要越野 所以它前排 是有这个 一个辅助的钩子 然后呢 如皮港不同的地方 是这个地方 它是同样颜色的和身体 但是呢 它都是用塑料的 塑料并不是因为 它用不起铁 而是说 在一些 这个越野的过程里面 这一块其实是一个 像是消耗品一样 它会被刮到 如果是金属呢 很容易把轮子弄坏 所以它就用的是塑胶的 但是它和身体的同样颜色 那再从一个侧面看呢 就回到了 吉普最标志性的这个 其实角度有点大 而且完全不流线的 这个格子形状 或者是叫 这个盒子形状的 这么一个侧面 但是大家会发现 哎 吉普不就长这个样子吗 我说的吉普不是 吉普这个品牌 而是说 我们一般说的SUV 吉普后来发现 所有的车 其实都在仿照 这个吉普的样子 包括其他品牌 所以吉普这个标准的 造型或者形象 大家会发现 是很深远的影响了 现在所有的SUV的 再从侧面看呢 我们当然最直观的 就是有rangular 这几个字 同时还有这一个 非常粗犷的 一点都不怕会凸出来 吓到大家的这一种 这一种这个用钉子 钉上去的门 当然它做成这样子 是因为这个门 是可以拆下来的 我想很多人知道 那我们看到更多钉子 什么意思呢 哦 这一部分也是可以放下来的 所以讲到这一块 前挡风玻璃的话 我们就要不得不 讲到这个东西 这是拿来干嘛的呢 这是个塑料的东西 这两块塑料的 也就是这个前挡风玻璃 可以放下的时候 架在这个上面 这样就不会把玻璃弄坏了 那再绕到另一边 我们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 Rubicon几个字的标志 还有rangular 也就是木马人的标志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TRAIL READED TRAIL就是野外可以越野的 然后意思 有TRAIL READED的 就是说这个吉普 从五个方面抓地力 还有进入的角度 还有防水性 还有五个方面 很多方面 就是都可以通过之后 才会给它这个标志 TRAIL READED 也是跟这个颜色配得很好 我这个颜色是灰色的 我自己很喜欢 所以有了这个标志 当然我也不用多说了 大家知道木马人 这个越野能力肯定是 这个越野之王吧 侧面也是一样 可以拆下来的门 这块门是整个可以拿下来的 所以我们有的看 那个在 呃 非洲大草原呢 或者前一阵子看那个 神龙爵里面 他们开那吉普 这些都可以拆下来之后 就会变什么样子呢 这里会下来 前面 这边上拿掉 上面有三块分别可以拆掉的板 都可以拿掉 就变成一个架子 只有这个骨架 啊 全都拆掉 所以之后就会变得一个 很有感觉的一个样子了 当然我现在没办法示范 但是大家可以 或者我找个照片放上去吧 好的 侧面继续绕过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标志性的 呃 吉普木马仁这个 Rubicon的标配的这个轮子 可以看到非常深的轮痕 呃 所以这里也写着 就是个可以在泥里走的 Mod Mod Terrain 呃 呃 呃 啊 中间这个也是标志性的 这么一个吉普的 这些轮毂 好 还有一个小彩蛋呢 大家可能有些人细心的已经看到了 这是第一代吉普的样子 呃 大家二战玩过游戏或者是 一些历史的图片的时候看到 可能会觉得很很熟悉 再来的话 非常粗犷的 这个吉普木马仁外面加油的 也没有锁也没有什么 就这么一个直接打开加了油就赶快走 一点不浪费时间继续 去踏上旅程 再来绕到侧面呢 毫无花俏的 或者说我们再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就像一个方盒子 这就是吉普 吉普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它也不用流线型 包括这个地方 我就是要非常有个性的 这么一个感觉 那我们再从下面其实可以偷偷看一下 就会发现 所有吉普的主要部件都是有一些保护的 skate plate 它都可以保护它主要部件 所以在越野的时候 就算有石头啊 或者一些东西真的撞到 它也不会影响车 继续这个向前走 不会坏在路上 当然如果真的坏了怎么办呢 吉普的话不像其他的车 它配的是一个full size 就是说跟另外四个轮子一样的 真正的轮子 所以坏掉的话就换一个继续走 这也就是吉普 当然像所有trail rated 这个吉普一样 它最后还有一个钩子 前面有两个后面一个 可以自己如果说陷到泥里出不来 真的这样子可以把自己救上来 或者说可以救同伴 再来呢下面也是一样 它的避震呢 其实大家有时候问 这个Rubicon和其他的像Sahara 或者运动Sports有什么不一样 它其实整个下面四驱的系统 这个东西还有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可以说 可以说是两台车可以一定程度这么说 或者它越野的能力是两个等级的 但是当然插一句吧 一般情况要讲那个Sahara 可能城市和越野可能更能兼顾两种情况 但是如果专注我就是要越野的话 那我就要 这个Rubicon肯定是最厉害和首选 好的 现在终于我们绕到后面来了 所有的吉普的开的都是这样子 它有时候喜欢圆 有时候我就不要留线 喜欢圆但不要留线 就是这种很有个性的感觉 可以这样按开 东西做的一点都不像 现在很多人做的那么小价碧玉的 粗粗大大的 开的声音听一下 非常爷们的感觉 砰就开了 哎呀 这个东西这么小 怎么放东西啊 当然你可以把这块拿起来 其实说到这里的话 很多人选择Rubicon 或者是Sahara Unlimited这个版本 主要也是为了后面这个 你知道吉普出去玩会玩得很脏 脏的时候后面没有雨刷 或者是遇到一些紧急情况 你会很讨厌这个 所以很多人也是喜欢有这个东西 当然这个都是可以拆下来 那我们从这个角度 大概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块 前面有两块 所以就两大片 一共三块板 白色的都是可以拆掉的 这个我们就是我刚刚说的 那个车骨 车骨呢喇叭在上面 所以全都拆掉之后 大家可以想象这玻璃 所有玻璃都放倒 前面放倒 旁边和后面都拿掉 就是一个架子 大家如果不知道什么样子 可以去找找那个 盗墓笔记 不是神龙爵 盗墓笔记那个电影前两天看 我说 挺有意思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这个非洲纪录片 另外的话 Rubicon版本的话 它的音箱不在侧面 而是在这里 而且这里写着 All Weathers 是有一定防水性的 所以 这个地方是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 其实 这个版本呢 它是可以 就还有一个 后面还有一排凳子 可以把它放起来做人 但是一般情况下 这样子空间就会大很多了 不然放起来 其实大家会发现 后面空间并不是非常大 但我觉得吉普的话 可能一个两个人的 感觉是最好的 更多人的话 一起去探险 那个感觉就 反正谁也不想坐后面 板子一拿下坐后面 你就等着爽吧 OK 大概是这样子 好 我们先去前面 把发动机也打开 讲一讲发动机的东西 Yeah baby 好 现在我们又回到前面了 一般的车呢 打开前板的话 都是从车里面 在这个 一般驾驶位的下面 这个地方 打开对吧 但Rubicon 我们已经看到了 有这个扣 当然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手动打开的东西 然后呢 把这个拿下来 Oh my god 我两只手怎么开啊 宝贝 等一下哦 就等了 Rubicon 应该从 1415左右 15年左右的时候 其实是有重新设计过的 当然我刚刚没有着重讲 大概就是说 从12吧 那个阶段 13这个阶段 它有一定的小改动 145 15之后又有一些小改动 16的话就是 应该是把这个灯变成 从黄色变成白色 是一个外观上主要的 另外的话就是从引擎上 现在这几年 近两三年用的是 V6的3.6的引擎 之前的话有3.5啊 或者其他引擎 所以这个引擎 其实有更多的马力 然后呢 同时就是说 其实木马仁不是一个很有省油的车 但是同时能稍稍省点油 但真正玩这个车并不是会在乎那些 那大家这里面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必要讲 因为也就是看看吧 看上去还是挺复杂的 但是因为你看它前面就是很紧凑的很多东西也是 不像有一些车 所以整个空间也看上去没有像其他的SUV或者什么那么大 因为吉普确实也不是一个超大的吉普 不是一个超大SUV 但是它就是把足够的你看 就不像其他车是整个和轮子的宽度一样 然后轮子在这个引擎的下边 它是轮子在外面一圈 然后中间这一部分把所有东西挤在这 当然为什么这样子呢 肯定是因为它要保护它在轮子外面 当然造型上的设计也有关系 但是这里我觉得没有过多讲的 主要就是一个引擎的变化 还有刚刚顺带一提 小黄灯变成小白灯 但是它还是保留了一个转向灯 小黄灯的这一个致敬历史吧 好的 现在我把引擎关起来 或者先把引擎打开吧 好的 来到门口这一点高科技含量没有 这已经是顶配的了 但是又怎么样 没有现在所谓很多那种直接开门 就是那种那种Keyless Entry 那种高科技的东西 你可以用钥匙如果你喜欢的话 对吧 但是我已经打开之后 跟那个后面一样 很粗犷的门 然后自己就这么晃出来了 为什么它没有弹簧也没有什么呢 这就是吉普标志性的东西 它整个连在一起 除了钉子就是这么一个橡皮筋 还挺有弹性的 等你把这些东西拿下来 所有的所有的这些钉子都拿掉 你这门就可以卸下了 这也是它的设计 所以当你关门的时候 如果你这样正常关 它是现在显示门没有关好的 所以吉普的门的关的事情要听好 再来听一下 这是吉普的感觉 现在把引擎打开 映入眼帘的小吉普标志 因为这个还算比较有点配置 但也只是配了一个三四寸的这么一个小荧幕 然后还不错 一会儿我再跟大家细讲 现在我们绕到前面 看看引擎的感觉 其实引擎一直是 很多年都没有什么改动 但是现在换了这个V6 确实我觉得虽然从3.5变成3.6 但是它这个我觉得很难从字面 或者言语里面去讲它的改变 但是这个改变应该是说成功的吧 或者说是好的改变吧 听上去就是正常的引擎声音 还没有刚刚起来还没有什么暖过 那现在身体感觉还可以对吧 没有说很大的晃动或者怎么样 因为这个引擎也是克莱斯勒 现在做的不错的一个 很多车上用的引擎 好的 当然唐大叔不是追求硬件那种 我可能更追求的一些感觉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可能跟多数的大家 喜欢吉普一样吧 你要真是追求那种东西的话 你可能也不会去找吉普 但是吉普给你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粗犷有趣 好的 现在等我绕到后面 顺便把这个前盖关起来 好的 这个东西要怎么关呢 打开的时候大家没仔细看 现在关的话 这里有两个小口 然后呢 对到这里 然后呢 再走 这样 啵的一声 好了 Let's go inside 我忽然想到一句很讽刺的话 现在我们进入了现代感十足的高气高科技感十足的吉普内部了 吉普就是真的是 对吧 以性价比的角度 如果有些人在讲喜欢讲性价比的角度 或者从 这个这么贵的车对吧 吉普肯定不算便宜的车 这个特别Rubicon 咋就这样的内部 但是我跟你说它已经好很多了 因为吉普本身大家都知道是拿来操的 跑到外面这个像野孩子在草地滚一样的东西 它电子化过多对它是不好的 过大的震动 现在的东西是 电子东西都很敏感的 所以坏了怎么办 你在沙哈拉大沙漠 你在非洲大草原 你这个东西如果坏掉了 真的是很麻烦 所以 这是一部分原因 再有另外一部分原因就是说 吉普这种 去大自然 我们不是去那里 去享受车里面的这种感觉的 我们是开着一部 这个 这个哪都能去的车带我们去那个地方 然后去享受享受目的地的风景 而不是车本身里面多豪华多舒适 但我可以说的是 这种在越野的时候坐在车里那种感觉 是我觉得开过车里面最舒服的 在平地上 反而它好像找不到北向坐船一样 好了 说了半天废话 现在我们来大概看一下 吉普标志性的 在Rubicon版本里面非常好 有这个皮包的 皮包这个话讲的怪怪的 有个皮质的 转这个 方向盘 那中间又回到了这种 就是圆形的设计 然后呢 现在这台车至少还有蓝牙 你在外面还可以听电话 还有简单的一些电子化的东西 可以显示一些基本常用的东西 在右边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有这个就是定速的 然后加速减速的东西 就是Cruising Control 再来的话呢 到这边我们 这一个是统一界面的 这个 应该是克莱斯的统一 差不多统一界面的吧 U Connect那一套东西 大家如果用过都觉得还蛮熟悉 但看上去 你看这个颜色 还有点什么16 16bit还是什么那种 你看这个解析度 懒得跟渣一样 但是这不重要 最主要我们可以用地图就可以了 是不是啊 路上比较无聊呢 还可以听听radio 音响还过得去 这里有这种中音喇叭 后面有低音喇叭 这边有高音喇叭 也算是 这个感觉听上去听一下 Lala 还不错 至少呢 还有V Control Find the nearest Dodge 你看他还听不懂 可能也因为有英文烂吧 Media里面呢 可以放 这个 拆一些 可能看不清楚 USB USB 拆了就会有歌 然后这里应该我忘记的是 50 50GB吧 50GB左右的 还挺大的 HDD的硬盘 当然 这个插完之后 他歌会考到这上面就可以聚心 还有一个秘密就是 高科技 高科技 可以插DVD CD 他也会把歌考到硬盘里面 或者在这边 Media Center 你可以看照片 或者看 但是你上面都没有 你旅行的时候 对吧 反正挺麻烦的吧 拍完再弄到电脑上电脑再用USB 然后在拷袋上面 所以这个东西你不要有过多的这方面娱乐期望值 他不是来玩这个东西的 然后呢 这里面我就不细讲了 大概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东西 哦 看照片啊 我们到的地方好漂亮啊 还不用电话看 但是好 电子化的东西 我就不再细讲了 这种空调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了 那现在真是讲核心的东西了 从设计上 吉普木耳人这个感觉 真的是 我自己很喜欢 手感摸上去 很粗犷 像这里就是 很粗的这种 这种塑料的 和一般的那种 完全不一样 有质感 那 这里用的都是一样的 这种这种硬木头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是可以拆掉一块板 当然你要用工具 工具在哪里呢 工具在哪里呢 吉普送的一套工具 可以用这里面的东西来拆拆拆 当然现在我们肯定没时间拆了 但是 大家知道就行了 放在这里 再来的话 所有原型设计 到底 这个是可以不停转 不停转 空调的这个盖子 那我现在已经暖和了 可以关掉 它这个 这还不错 有电窗的 非常好 在Sports基本转盘里面 这个电窗都不是标配 所以在Rubicon里面制造电窗 但是这个东西 开关在哪呢 找不到啊 找不到啊 因为这个门是可以拆下来 所以它把 电坑控制放在这里 也没什么太花哮的 但如果你现在找不到就知道了 再往下看的话 就真正到了核心的东西 这一款里面还Rubicon比较顶配的 还有电热椅 come on 对焦有点 好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说 Traction Control一点 可以 当你在 关掉的话 它会刹车 就是会稍稍 放松一点点 让你跑的更多动力一点 但一般我们都是打开的 因为在没有完美的路况的时候 就开着吧 这个就是说 在越野过程里面 我等一会再讲这个 这个你如果打开 那它现在就会有电了 刚刚我们看到这里面 在这里 这个倒挺实用 在野外的时候 可以插电脑充电 其他东西 不用的时候关掉 不要把电用关了 双面都是有热的 还有这是一个 刚刚在放USB的地方 另外一个可以插电的地方 这里可以放点小玩意儿 真正核心东西在这儿 这一台车 可能看得有一点点不清楚吗 是有 这个四驱的 四驱low 平时放在是两驱里面 日常开呢 如果你不是在野外情况情况下 千万不要换到四驱 在平时市区里开 因为它四驱的意思 就是四个轮子分别有 就是当它是越野的时候 如果说走一个非常难上的坡的时候 它可能有可能把所有动力 都放在其中一个轮子上 所以你在完美路上面的时候 它也会电脑搞不清楚 应该怎么分配动力 或者你会发现开的非常怪 甚至有些危险 所以除非下雨天湿了湿地 或者到了野外的情况 不要乱用四驱 平时就放在两驱上 当然也省一点油 另外二楼四驱low的话 大家都知道 上斜坡往上走的时候 又会用到 那下坡怕滑怎么办呢 就把这个打开 当然这里面都没放到四驱 就没有再用 好不好 好的 内置的话 Ruby隆还是不错 至少有皮椅 对吧 特别是有这些标志 新的Ruby隆 看到就觉得心情很好 然后这台灰色的车里面 内饰也是灰黑色的 其实偏灰 跟外质很像 我觉得这颜色我很喜欢 然后有白色stitching 这个缝线也是很有感觉 真的Ruby隆 没有什么太多高 科技含量的一个车 就像玩具像可以拆到 是最大的一个玩法 当然这台车在选项里面 你是可以买那个软顶 把硬顶弄下来之后 可以把软顶再放上去 至少可以防防雨 或者说防防风 有时候风很大 也确实受不了 好 里面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虽然我不能开很远 但是我还是小开一开 往那边走两步 因为我上面还没有车牌 好的 能在 Lubicon 或者是 护马人 还有另外这台车 是没有道货雷达的 前两天还有朋友 在问我去哪装道货雷达 对不起 这玩意原配里面是没有 你可以自己去装 因为这些都是可以拆下来 还有我说的就是 尽量不用任何太多电子的东西 不然在石头上开来开去 这个车晃来晃去的都晃坏了 影响你整个车影响电池 你车就走不了 因为现在的车 如果电池坏了 车是走不了的 可能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但是 最主要这个原因吧 当然 我觉得 并不是吉普没有能力 或者特莱斯勒 他们没有能力去做那些东西 而是说 吉普 我木马人就是这样一个车 我们 我相信如果把它搞得很电